哈喽 麦哥听起来好介绍的小吴好 今天我们来到Jouhoujaya 很久没有带你们来这边了 Jouhoujaya这个地点非常方便 这里是属于成熟的华人区 而且这边如果是讲你在新加坡工作的朋友 这边去到波底Ulens关卡 只需要15到20分钟 今天参观就是这一间 在我身后的复古双层牌楼 22层7是三番三侧 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车房的部分 这一间房子 哇 车房其实非常的大 停4辆车麦哥在比降 4辆车都没有问题 然后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一种地砖 是比较耐用的地砖 不是我们平时看那种大片的 可能Jouhoujaya很容易坏掉 很容易起 扣上来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砖做得好之外 物质的condition也非常棒 可能你们会心想 听见屋子很旧是不是很烂 你看一下 一点都不破旧好吗 我们这一间是22层70 大门的方向是向西南的 它的这个客厅的空间 超宽敞的 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楼梯是坐在中间的 所以这个部分 看你们要怎样来放你们的电视机 沙发这个空间都可以做运用 这里的Jouhoujaya屋子一看就很老了 因为看到吗 我们这个非常复古的百叶窗在这一边 如果是讲你小朋友要有一个阅读的空间 你看这边其实蛮多地方的 你要在家放一些书桌都没有问题 我们去后面看一下它厨房的空间 走进来这个地方 如果你要拿来做放饭做的地方也可以 要拿来做干厨房也可以 这一个空间是我们讲可以做放饭做的地方 再来楼下有一间厕所就是这一间 敦式的厕所 我们走过来 这一边还有一个干厨房的空间 这个Tabletalk是已经做好了的 这一间屋子也是全扩建 我们去看一下后面 这里就是我们经过完全扩建的后面的私厨房 私厨房这个地方你可以在这边放洗衣机的 洗衣机放在我们这个已经有水位的地方 晒衣服要直接晒这边也可以 因为它是一个通风的空间 然后呢这边我们可以拿来做大煮大炒你的私厨房空间 屋子也是属于比较高的 后面的屋子是比较矮下去的 所以你在找这Jogo Jaya的屋子吗 如果是的话这一间非常不错 因为在这种Jogo Jaya 旧的这种华人成熟期 一般上楼上的地板都是那种木的小片的 屏幕地板我们这一间屋主已经把它全部楼上的地板都换成了地砖 这一个费用你不要小看 现在在这个装修费工人费这么贵的时候 换成这一种材质地砖的话要好几万块 楼上我们来参观房间 这个房款是三房三侧 楼上是三房两侧 第一间房间带你看看 你可以看到它的房间都是很正方的 正方的房间格局地板都换这种大片的地砖了 自己住的话可能你要把吸力换美一点 窗口换现代一点的推拉式 这边做一个小衣橱 放一张床没有问题的 走出来外面呢 我们两间房间是共用一间卫生间的 这边三房两侧 这两间房共用这间卫生间 再来我们去看看我们第二间房间就是这一间 这一间房间呢 第二间的客房也是一样 你可以看到它的房间其实都蛮大间的 你放到kingsize再加一个衣橱都有很大的走动的空间 都是方方正正很好摆放的 然后这个房间呢 每个房间采光都非常好的 再来我们去看最后一间肯定就是我们的主人房啦 来走进来我们这一间主人房呢 跟刚刚隔壁的房间的尺寸 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 大一点点而已 但是它是主人房有什么 有自己的独立卫生间 所以的话呢 主人房的独立卫生间相对于刚刚那间 共用的来讲又更大了 我觉得地砖我外面的地砖省下来 我们可以翻新这个厕所 厕所翻新过后很漂亮 然后你可以看到地砖也是有换过了的 因为如果是传统的是那种很小片的地砖 我们的这个主人房也是一样耶 你看啊我们如果是讲放一个很大的床在这边 你的旁边要做衣桌或者衣桌 坐在侧边都是有很大的空间 这个主人房它还有 走出来看看 它还有一个小阳台 这边原本就有一个小阳台的空间了 从阳台这边看出去外面 你可以看到 这边邻居多数都是属于华人的 车房的位也很够 这个地点它在Johorjaya的哪里 Johorjaya非常大对吗 它在Johorjaya的Jala Ungrade这边 这一个物质走路都可以到我们 德达的那个商圈的store那边的 走路5分钟就可以到德达买菜 吃东西 银行应有净有很方便 这一间是2270三方三侧 永久地契这一边也是 像这个方向是西南的 卖价是530千非常超值 地砖都换完给你才卖530千 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话 小朋友要去读中学 这一边两分钟就到我们的 这个Jajay一笑了 要到玻底市中心的话 15到20分钟 要去到我们 德达买云 IKEA那一带也是很方便 5、6分钟就可以到了 地点非常的好 有兴趣的朋友 530千打电话来 卖个亭姐好 介绍跟我们预约 过来看房或者跟亭姐 拿这间屋子的location 如果是屋主门 你们还有Johorjaya的屋子 或者是新山屋 你的屋子要卖 要出租都可以联系我们 我们可以帮你们服务 记得记得离开的时候 点赞 关注 订阅我们 帮我把这个视频 分享出去给你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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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